感谢关注近年来 离海是由初两有新的发现 还离海国家对离海的所有权产生分歧 好 这个事态最初认为离海是海不熟 因此主张按海洋划分原则 对离海 不过还离海国家的份额进行划分 他的立场与阿塞拜疆相似 后来他的立场有所变化 在坚持分割离海方针的同时 主张分割离海海底 对随地实行沿岸国家共享 与此同时 和这个事态主张离海实行自由航运制度 在环保方面与有关国家协调立场 96年4月 哈俄两国就有争议的离海法律地位问题 签署了关于利用离海方面合作的联合声明 明确了划分海底 而不是划分水面的原则立场 鉴于石油天然气对哈勒斯坦重要性 哈勒斯坦努力出息 便将石油天然气列为国家优先发展的工业部门 经过几年实践 这一方针得到有效 97年10月 那日八月副总统在展望2030的国情质问中 肯定了石油天然气工业优先发展的方针 并将发展能源行业单列一条 与国家安全经济体制改革并列 说明哈勒斯坦政府对发展能源工业的重视程度 远高于其他部门 哈勒斯坦发展石油天然气战略的内容 包括通过世界上的主要石油公司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引进资金技术 促进哈天然气快速发展 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建立多条石油出口管道 避免单一依赖某一邻国 感谢关注了解哈勒斯坦